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难道 了凡先生 他对行善 他说 随缘济重 然后把行善整理成十个大类 而这个随缘济重 我们看到随缘 其实是缘分成熟 尽心尽力去帮忙 哪怕自己很辛苦 都不迟劳 这个是随缘 缘分到了 牺牲奉献的舍己为人的态度 缘分不到也不要攀缘 攀求 随缘济重 只要对众生有利益的 尽力去做 尽力去做 那能 没有我相 人相 众生相 受者相 那这个就是行出世的菩萨道 那这个就是行出世的菩萨道了 好 那这十大类 第一大类 讲到 与人为善 与人为善 只要 对他人有帮助的 他善巧方便 去做 与人 就是跟他一起做了 在辽凡视讯当中提到一个事例 就是 顺在雷哲 当时候大顺在雷哲这个地方 人民风气都是互相争夺 不懂得礼浪 很可能都会出现一些冲突 而大顺 并没有指责 他自己以身作则 做出榜样来 做出礼浪 恭敬的态度 当地的老百姓 看久了 他的 善良被唤醒了 也都效法大顺 懂得礼浪了 那 顺是很有德行 又很有威望 其实他可以用言语来劝大众 不以 以顺之名者 可以以一言而交众人哉 不以言教 而以身转之 这是良功苦心也 用心良苦 其实我们这个时代 这个例子是我们的好榜样 人现在没有基础 你跟他用讲的 一来 他一下子听不懂 二来 人现在疑心很重 你讲多了 他会看 你说是说得很好听 你做到底如何 我们讲多了 自己的德行都跟不上 反而让人家怀疑 甚至让人家否定 明白的道理 不要急着要去说服人 要去教人 首先 我们自己先做到 这个就是顺给我们的提醒 给我们的视线 所以修学的路上 谨慎好为人师 自己都还没做到 就记得要教人 事实上 把精力都放在 见人过 然后 就攀这个圆 一定要人家听我们的 其实每一个人的圆都不同 我们看得懂 因缘吗 今天我们跟他谈 修行 第一个 我们的知见 对不对 我们自己要先确认这一点 没有先确认之见的 就急于要跟人家讲 那个都是好为人师的习性在作用 再来 纵使我们的理 可以讲得对 气不气急 能关得到急吗 而当事人 他现在啊 是哪一个人负责引导他 教导他 那一个年轻人在团体里面 十个人跟他讲 二十个人跟他讲 你看他会不会听乱啊 那这一二十个人跟他讲的人 有关照到他的状况吗 那你要帮人 要看得清楚情况啊 不然都帮到忙啊 就好像 爷爷奶奶 都希望孙子好啊 可是他们教的 可能不见得观念对啊 可能不见得能很好的 跟爸爸妈妈配合 那会帮到忙啊 师父当时候 跟李炳南老师学习的时候 李老师说 你只能听我一个人讲 这个都有深意啊 一个人还没有建立起 是非判断 正确之见以前 他听越多人讲 他听乱了 所以我们劝人 他的主管是谁 教他的人是谁 要更巩固他 对负责他修学的人 更有信心 这样才对啊 结果我们跟他讲 跟他的领导讲的不大一样 我们还说 你领导错了 我对 那就整个 他的知见就建立不起来 所以很多事情啊 都要考虑的周到 考虑的深远 而师父讲经啊 事实上都给我们讲得很明白了 我们应该是坚定 每一个人呢 对师父教会的信心 把师父的教会 重复的提醒每一个人 师父的教会 我们都记得不深刻啦 每一个人 假如又好发挥自己的见解 那怎么去互念彼此 互念同参道友 我们的根性都不足啊 十句话里面 应该是十句都是经典 跟师父教会 这个才是正确的啦 但是我们观照一下 我们讲十句有几句是师父的教会 那这个时候我们就想着 我们可以教人 可以为人师啦 其实这一些观照啊 都是很必要的 所以往往在道场的年轻人特别难修行 那个年纪大的人一看到 哇 那年纪小了 他就很想去跟他讲 我们所有的言语 有没有跟师父教会相应 这个是我们要先冷静观照得到的 所以师父一直强调 随顺圣贤教会 那我们的言语都要跟这一句相应才好 人每一个言语啊 都要提起一种责任的态度 讲话不能随便的 要能互念众生 要能与人为善 不能变成 让年轻人都不知道听谁的 再来 纵使讲的都是正知正见 我们言行假如不一致 也护不了这个年轻人 他一看失去信心 所以为人言说 这些次第师父一再地提醒 好 所以顺的这个势力 对于我们在末法时期 弘扬正法是非常重要的风范 勿以己之常而盖人 勿以己之善而行人 勿以己之多能而困人 收敛才智 迁退 以身作者 这些心态 人家有不对的地方 包容 宽恕 人家有好的地方 肯定鼓励 现在这个时代 人信心不足 要慢慢地培植他的信心 他有小善 都要多加地肯定 有善的存心 协助他增长 协助他成就善行 好 所以这个与人为善 在这个十个纲领当中 是第一位 其实也是提醒我们 任何一言一行 与人互动 都是为了利益对方 这个就是与人为善 第二个是爱静存心 我们修学净土法门 在《无量寿经》当中提到 贤供尊修 普贤大事之德 这句话很重要 西方极乐世界是普贤菩萨的法界 所以我们的行持 要跟普贤行相应 这个频道渐渐就接上了 跟普贤行不相应 口上都说要往生 那是有口无心 那不一致了 所以时时都以普贤行 来观照自己的行持 普贤行一开始就讲 礼敬诸佛 那叫爱敬存心 这个爱是大爱 不是世间的情感 所产生的爱 情感所产生的爱 它有爱的人 它也有不爱的人 甚至还有恨的人 这样的情爱靠不住 它会变 所以佛门讲爱心 用慈悲 很少用爱这个字 世间人容易误会 那亲人 朋友 男女之间就叫爱 只要会变的 就不叫真爱 真的东西是不会变的 我们看现在 世间的人 恩爱夫妻 可能旁边的人 看了还挺羡慕的 结果 过没几个月 离婚了 这个变得很快 会变得不是真的 那本来 感情很好 后来变冤家对头了 这个都是 因情而生的爱 靠不住 所以大爱是慈悲 它是平等的 去恭敬爱护 所以我们假如 分别宗教 分别种族 分别国家 那就不是礼敬诸佛了 不是大爱了 那这一点呢 我们要自我关照 我们面对不同的 种族 宗教 国度的人 有没有平等 爱护 恭敬 假如提不起来 那这个普贤行人 就不相应了 那我们现在住在 我们 这个社区 就很好练这个功夫了 大家一天遇到 不同种族的人 有多少 很多 你看到中东人 有没有 一样平等恭敬 所以 佛法不离生活 应该是讲 不是不离啊 佛法就是生活 就是处事 带人接物了 你看到不同的 民族的 他也有佛性 要跟他解法缘 念佛 回向给他 我们同仁 很有心 广结善缘 我们那一栋楼 底下 那个保安人员 现在一见我们 就是阿弥陀佛 我听了很惭愧 为什么呢 因为我感觉 他那阿弥陀佛 特别恭敬 特别相应 我听起来 我都不如他 到时候变成 他往生了 我没往生了 这很有可能 为什么 修行不是一生一世的 那是生生世世 善根积累 现在他遇到一个缘 人家劝他念佛 难怪念得这么好 那他 那个保安人员 可能都是 佛菩萨实行 给我们看的 给我们提醒的 不要分别 人家善根 可能都比我们厚 而且 师父一直在强调 我们了解宇宙的真相 十方三世佛 共同一法身 自信清净 圆明体 就告诉我们 虚空法界 一切众生 就是自己的清净 法身 就是一体 虽然我们还没气入 但是佛是真与者 这个真相告诉我们 我们还没气入 我们也知道 一体是真相 那我们就用一体的态度 去处事 具体来感受一下 身体是一体 眼睛痛了 这个手跟脚 赶紧去拿药 马上感同身受 赶紧擦药 这个就好像 哪一个众生有困难呢 就像眼睛有困难呢 其他的部位 自自然能去帮助 这是很自然 提起来的态度 今天旁边有人需要帮忙 我们视而不见 那是我们不正常 我们背离了自信了 背离的事实真相 所以儒家告诉我们 人积几积 人逆几逆 那个就是很自然的心态 我们现在要把不正常 变正常 正常 把不正常的变正常 现在冷漠了 不能体恤他的 那叫不正常 人的本能 是恢复到一体 众生有感 佛菩萨有应 那佛菩萨恢复正常 尤其 有家庭的人 另一半的痛苦 都体会不到 自己轻生骨肉的需要 都感觉不到 那叫太不正常 那为什么会不正常 狗不叫姓乃迁呢 利欲熏心呢 被欲望给障碍住了 我还把它去掉 所以要格物放下习气才行 才能恢复诚意正心 恢复真心 所以爱尽存心呢 就要把自私放下 把傲慢放下 才能爱尽存心 接着讲成人之美 哇 这个跟普贤行 都很相应 所以哪有试法跟初试法 诀跟谜而已 放下执着 放下迷惑 放下分别 法法都是普贤行 成人之美 就是普贤菩萨的行词 称赞如来 随喜功德 这成人之美 就是去掉自己的嫉妒心 我们佛门常说 要修事无量心 慈悲喜舍 这事无量心 在十善业道经当中 有提到 这四句 大家可以多体会 可以背起来 大家现在不要听到背 就 这个有点紧张 紧张也没用 该来的还是会来 真的 人重在精进 才能突破 习气 才能激发潜能 所以刚刚 在念太上感应篇 我又有一个新的想法 下一次 我们同仁考试 太上感应篇也要 莫背 我们都要求别人背 我们自己不背也不行了 会不会今天有人睡不着觉了 没关系 你有自心求道 真肯下功夫 太上老君都会来给你下干露水 你自己新鲜 恐惧了 那这个加持力就上不去了 我就是要给世间人做榜样 这个我们邱科长 我曾经说过要背的 帮我记一下 我现在年纪大了 稍微记一下 大家记住 那个弟子规有一句话叫 宽为宪 请用功 功夫道 自色通 现在赶紧多读 读熟了 就背出来了 好 熟就好 你硬背会伤 会伤脑筋 脑细胞会受损太严重 你就顺着自然 多读几次就熟了 好 这个 成人之美 因为现在确实 成就一件事不容易 善事长一败 善人长得棒 现在 这个人基督心强 看到好事 他不随喜还破坏 所以做好事要低调 见到人家做好事 要多委屈 求全 去帮助他 他被人毁谤 你要帮忙他去打 这都是成人之美 好 现在看人家有 小善 都应该去随喜 去赞胆 第四呢 劝人为善 这个劝人 可以用嘴巴劝 也可以写文章 流传后事来劝 像陈鸿摩先生编的 五种仪归 这个就是注释宝典 那古圣先贤 他都是以他的身教 感动一方的大众人民 这也是劝人为善 这个师长 这是尽心尽力 护念众神的道业 我看这一次到香港 师长会集经典里面 特别精辟的 为人领导 为人长官的 一些好的教会 把他腾出来 师父把书名叫老人言 不听老人言 词汇就在眼前 我们一打开来 那真是太精辟了 真是为了众生 设身处地 不疲不厌 为什么 现在人忙 怕没时间看 截取最精辟的 让人知道 老祖宗的智慧太高了 太好了 他生起主动学习的心 所以我们手上有一本 师长会集的 四书读本 结药 爱不释手 把四书里面的精华腾出来了 我们中心 现在有四库会药 四库全书 以后要分批 把这个四库全书分下去 你看哪一段 把这一段的精髓再汇出来 给社会大众方便 当然前提 文言文要先看得懂 文言文不懂 就没法深入了 要护念现在的众生 得要用心良苦才行 师父提醒我们 要跪着把佛法送出去 这是客观分析 我们还常常懈怠 常常只想到自己 那这个洪护正法 那就有名无始了 第五呢 救人危急 我们看现在很多 社会状况非常危急 忧郁症的人这么多 自杀的人这么多 犯罪率越来越高 这些人都很可怜 所以这个时候 他能回头是岸 最重要的他要文正法 所以要救人危急 最重要的教导他 断恶修缮 转迷为物 尽心尽力 去半般教学 他才有这个缘 去转变他的人生 尤其他们比教授 解决21世纪的社会问题 要靠恐梦学说 跟大臣佛法 要靠这个法宝 所以尽心尽力 弘扬恐梦学说 跟大臣佛法 救人危急 而为什么很多 社会现象会变得 这么样的复杂跟困难 就是因为人不明理 都是很严重的 才知道要改善 没有防围杜剑的智慧 所以你看人的身体 要病到癌症了才重视 就不好知 伦理道德要偏到 人都不像人的 才说 哎呀 应该回头了 所以几千年来的 父母 老师 父母官 都懂得 建国军民 教学危险 忽略了教育 很多事情都会变得危机 重视了教育 可以防围杜剑 可以 尽于未发 这个社会风气还没坏 把它导正过来 再来 这个第六 是兴建大力 这个大不止 现在影响的面大 而且影响深远 兴建大力 你看造一个好的桥 像这赵州桥 大陆很多的桥 还有超过一千年的 哇 你看那利益多少人 免于危难 危险 而办教育 它影响的也是非常深远 所以孔子 为什么是自胜心事 因为他利益的大众 太深远 两千五百多年 我们都受到老人家的恩责 这是兴建大力 有一首记 说到 百年奇特 几张纸 在历史当中 很奇特的事情 记在史书上 几张就没了 千古英雄 那时候 那时候 奋勇杀敌 那个民族英雄 千古英雄 一教成 也都 埋在黄土里面 唯有秉然 周孔教 周公跟孔子的教诲 至今仁义 恰生命 两三千年之后 他们的教诲 还在利益着 后世之孙 所以真正觉悟的人 他知道 根本 长远利益大众 就是做教育工作 有这样的认知的人 哪怕有 再好的利益 再高的 财富 来请他 他也不会去做的 就像佛陀 本来可以做国王 他国王不做了 讲经说法 四十九年 好 那有着着认知 那就是志同道合的人 不追求世间明文立养 这一生就是 为往胜 济绝学 为万世开太平 当时候佛陀 一开始的时候 生团成立 五比丘 人也不是很多 但是静和同学 修六合静 最后能把正法 红传到全世界 师父 跟 我们同修讲 马来西亚 真干 可以救世界 真干 这五个人都能救世界 那更何况 我们有这么多的人 除非我们不肯真干 所以面对这样的社会 世界 舍我其谁 我们一起把它承担起来 承担起来 诸位同仁 重不重 任重而道远 重不重 重要的重 不是重量的重 是吧 大家想一想 人家很多人想扛都还没机会 所以能扛 这一声没扛过 这一声叫 我们很有默契 有默契 就配合得很好 那今天呢 跟大家先讲到这里 好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